大家好,又是我Daniel 我手上有三架車 這三架都是我之前在Carousel一次過買的車 床是Asian Bus 我也覺得值得,這架是約$200 是一架中巴的鑽樹車 還有兩架都城家墓 兩架都是一架都城家墓的車 一架是中巴的,一架是九巴的 我們先看看這架鑽樹車 其實這架之前我已經拆過出來玩 這架鑽樹車就是因為巴士走到山路 沿路因為巴士是雙層的 很容易撞到樹、礦島、礦島 所以中巴都改裝了這架車 這架鑽樹會改裝了這架鑽樹 讓人們在上面沿路走著 在上面鑽樹 鑽斷它,等巴士走過的時候 就不會撞到樹枝 我們看看 黃色這架,它這樣油發 其實應該是代表工程車 上層其實都是沒有東西的 可能只有一些小椅子 被人坐在鑽樹 我們先看看 下層這裡寫著是鑽樹車 也有一個小水泊 是可以移動的 還有渡後鏡 這個水箱位都是可以開出來的 不過就有一個開的幅度 就開不得很大 這樣 我看看 就可以開一下水箱位 這裡側面也有一個小門 也有一個小門 然後有中巴的標誌 這架車也挺特別的 但是它就開了一點點 就好像真的巴士在這裡走的時候 就開了一個窗 也有一個中巴的標誌 以前的巴士 它也會有這個 類似貨車的貼 告訴你載多少人 車的規格 就是一個很懷舊的感覺 後面的車窗就是這樣 好 接著我們再看看另外兩架 MCW的車 這架呢 這架就是中巴的MCW 它的車身編號就是CM1 這架跟剛剛那架不同 這架就是緊張的 然後裡面有兩條柱 也是被人做扶手 這樣 那這個毛呢 其實兩架都應該是同一個毛 我們看到這架就是122 去沙田這樣 不過呢 其實看到這些上色位 那邊的上色的QC都是一般的 它的油顏色的顏色都不是很均勻 這樣 就算裡面都可能有些織 可能是貼上去的時候 有些膠水織 這樣 那這個車頭我試過 其實這個車頭我本身以為是開到 其實是開不到的 那這裡都印了一個MCW的標誌 那這裡呢 你看一下 左燈那裡的位置 其實都可能是它想有的時候 可以貼上去 這裏的藍色也是噴有的時候 噴得不好這樣 所以整體來說 QC都是普通 不過如果 218-30元這個價錢來講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到的 如果以我以前來看 好像都炒到二三百元 我就是覺得不值得這麼貴 那車頭的Dashboard 其實都印了少少顏色 雖然是很初步很簡陋地印 但是都挺有趣的 那這邊車身其實都看到 起了一些塵 起了一些泡泡 那我想其實這個都是通病來的了 因為始終香港都是一個 比較潮濕的地方 那它的椅子也是很有趣的 也是中巴那種淺藍色椅子 那樣 然後有兩塊玻璃 那這就是CM1 不過它就 我看到車尾就好像沒有 那個路線編號 那就是沒有182這個編號 那它側面這個位置都沒有這樣 可能 因為我都沒有搭過真車 但是感覺上就好像差了一點 那這架 都是Asian Bus的 不過它就有兩個倒後鏡子 就沒有裝 那這個我看到它一買回來 就已經裝了這樣 我們又比較一下這架車仔了 我們看看車底 它有一個黃色的排氣管 那樣 那這個帽子也是跟這架一模一樣 都是有一個黃色的排氣管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架又是去沙田的 我記得買的時候就有兩款 一架好像是238 或是荃灣地鐵 即是差不多 我們看到 這裡都會印了 282這個路線編號 都是用以前排布的字體 我猜這個應該是排布吧 那如果九巴來說 那它的車隊編號就是AMR1 那這架是有冷氣的 那同樣可能一些上色的QC位 都是差一點 那這個沙田廠這個S 我不知道 感覺上好像是倒轉了印 那樣 上面就好像大一點 下面小一點 那這些上線位都是差一點 都是有一點 有一點跡 那這樣 那這樣 那大家都是MCW 那車牌的擺位都是有一點不同的 好 我們看一下旁邊先 那旁邊就有九巴 它很經典的Logo 白色車身 再有條紅線 那它裡面的內隆 就跟中巴那個不同 就是用回九巴的咖啡色椅子 那這樣 那它這裡旁邊 大家都看到 可以有一個路線牌 那這樣 那這樣 反而中巴就沒有這個路線牌 那這樣 那 那中巴的柱仔 門的扶手柱 就是黑色的 那這塊我看到就是銀色的 對 對 看起來就像是在裡面那裡印上去 就不是一條實的的柱 對 那又有個車對編號 那 那後面呢 就有很大的狗巴Logo 和MCW這間廠 的Logo 那樣 大家可以去看看 那車牌都是DY的 原來 那這個側面呢 旁邊看起來其實都蠻漂亮的 是個太平門也是一樣的 那又有個排氣候的樣子 那 那 看看它的車頭 它的Dashboard 都是 很簡陋地印了一些 不同的幾何圖形 那樣 有個軚盤 不過呢 又是那些QC就一般的了 就有很多 粒粒粒粒 或者這些 污染了它原本的車的顏色 那樣 印得不好 那樣 不過對比起這輛來說呢 這輛就好像出了些塵了 那樣 那 so far這輛 都有些塵 但是又不是說很多 那 如果比較上呢 我會喜歡 九巴這隻顏色多一點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今天 我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可以持續關注一下我 以後分享的新車仔 拜拜 拜拜